嗨,我是琪琪 我是燕燕 琪琪和燕燕的玩具 琪琪开着她的货车来了 车斗里装着满满的鸡蛋 买鸡蛋喽,有人需要鸡蛋吗? 上面的窗户打开了 嗨琪琪,等一下,我需要一些鸡蛋 没问题 请帮我把鸡蛋放到我的菜篮子里 把菜篮子从二楼放下去 琪琪在里面放两颗鸡蛋 旋转旋钮,鸡蛋开始上升 顺利送到了月月手里 琪琪,我要用这些鸡蛋做成饼干 一会儿给你送些吃哦 好啊,太棒了,我也要做饼干呢 一会儿见吧,月月 她到达了快餐厨房 拿下了剩下的鸡蛋 用这些来做饼干吗? 在料理台上放上面粉 接着在里面磕上一个鸡蛋 面团变成了黄色的 不断地揉错均匀 接着团成一个球 拿刀子把面团擀成饼干 制作两个 拿去烤一烤吧 打开下面的烤箱 把小小的饼干面团放进去 关闭烤箱门 开始烤制 慢慢烤制一会儿 烤好了 打开烤箱拿出来 看起来是很美味的鸡蛋饼干呢 看着就很好吃呢 不过这个厨房这么大 可以做好多好吃的东西呢 在月月来之前 厨师琪琪要大展身手了 琪琪拿出一个火豆 准备一个蒸笼 打开盖子 把土豆蒸熟 拿去电磁炉上 开火 蒸笼冒起了热气 时间差不多了 关火 打开盖子 土豆就要变成土豆泥了 我们拿刀子把它切成长条吧 先把它切成片 接着把片切成条 把这些都扔进油锅里 进行油炸 薯条逐渐成形 炸好了控一控油 出锅 装进袋子里 非常完美 拿出准备好的面包 把面包分成两半 放上一片牛肉饼 酸黄瓜 一片芝士 再放面包 一个即食汉堡就完成了 这时月月也来了 他们做的饼干真不一样的 让琪琪尝一尝 是咸咸的味道 让月月尝一下鸡蛋饼干 鸡蛋味道好浓啊 真好吃 月月 我还做了汉堡和薯条 我们一起分享吧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玩到这儿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 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